你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你現在應該相信 我對你的行動 兩如指掌了吧 一身煙臭味 表示玩得滿即興的嗎 今天早上是誰 義正言辭地攬住我 是要留下來守護 最重要的東西 這就是你的守護嗎 如果你真的想要 落地生根的話 我倒是可以大度一點 給你個機會 橫盛年度招聘明天即將開始 你如果真的有本事的話 就不要替你爸的名字 來面試 看看你能不能拿到 最後的路品 真的嗎 當然 紅色 舒適的 你的烟酒会好重 洗个澡吧 一下飞机就去发布会了 很顺利啊 妈 好了 我要去工作了 你保重 妈 拜拜 这是你的吗 是 谢谢 这种多肉植物又洗湿又洗阴 又怕冷又怕热 很考验养花的人呢 你认识这些植物 知道一点 要不要我帮你啊 不用了 谢谢 你也在恒生上班啊 你也在恒生上班啊 没有 我是过来面试的 这种植物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有很多的学问 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不远不近 不冷不热 要给予充足的阳光和水分 我会记住他 我会记住他 好不容易过了今天的第二轮面试 真像过关打仗一样 而且还派了高层过来 是啊 听说那个首席技术官李牧尘 也会过来面试 要是被他选上的话 我就能直接进入核心部门 老天保佑啊 加油 还真是有点紧张 别紧张 第三组 二百二十号 二百四十三号 二百五十八号 是我 二百六十五号 二百六十六号 我 请进 请大家按照次序接受考核 请大家按照次序接受考核 林小姐 你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高材生 依你的学历 完全可以在华尔街找一个不错的工作 所以我想问你 为什么会选择恒胜 首先 恒胜集团的核心业务 现在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 我认为 未来世界的改变 一定是由一次全新的技术改革带来的 我希望 我可以将自己的青春 投入到一份令人无比期待的工作中 其次 恒胜的管理层年轻有为 朝气蓬勃 这代表了恒胜的一种文化 在恒胜 有很多和我一样优秀的年轻人 我非常期待与他们一起携手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记得他在学校的时候 考试成绩非常好 不是全系第一 就是全系第二 真不愧是我的学妹 真是为母小镇过 既然你跟他同一个学校 那可能这件事情由你来办 再合适不过了 这是 这是 他在华尔街实习时的资料 不是真的要做得这么狠吧 他的身份特殊 很有可能被反对派拿来利用 所以我们该做的 就是让他知难而退 没人到时候我妈出手 他会面临到更多的麻烦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我去了 告退 李小姐 刚才的表现很优秀 真的吗 那您觉得 我能通过今天的面试吗 回去耐心等待吧 我相信在五个工作日之内 您就会收到通知 谢谢您 各位面试者 我代表恒盛集团 向大家表示歉意 恒盛三十周年庆典在即 为了迎接庆典 我们人事部刚刚收到消息 要暂时取消此次的面试 这点时间呢 请大家回去庆祝消息 怎么会突然取消呢 为什么要取消啊 那什么时候才有消息啊 这个现在还不能够确定 真的吗 如果你有消息的话 我会立即通知大家 谢谢大家的谅解 真的吗 真倒霉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今天明明表现得还不错的 我怎么倒霉呢 没关系呢 还会有机会的 先走吧 这次的招聘活动 不是得到董事会的批准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动 李总 古董事长刚刚下达的命令 具体什么情况我这边也不太清楚 好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对 这也太不靠谱了 这么大的公司 怎么会说病就病 真是太不靠谱了 就是不讲信用 幸好在我们 不是幸好在我们的楼上 林小姐 怎么了 真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个人 是很欣赏你工作能力的 可能是有点冒昧 不过我有好几个朋友 也在一线的企业认职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帮你投底简历 谢谢您的好意 但我还是想留在恒生 我想回去再等等 看看有什么新的变化吧 谢谢 喂 瑶瑶 喂 林啊 不好意思啊 我早上出去有点急事要办 就没有过去找你 怎么样 面试结果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怎么清除一下 刚收到通知 说为了迎接恒生庆典 所有招聘事宜都暂停了 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通知 怎么会这样 威林 你先不要难过 我帮你想想办法 这样吧 你在大门口等 我不要走 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瑶瑶 瑶 李泽好 我听说咱们的面试 您好 欢迎取消了 这应该就是我的英国首信吧 我帮您讨厌 你最后再来 我讨厌 你最后再来 我挺有同事的 你 还不小心 我看你 你最后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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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过上了田园一般的生活 他们呀 真是比我们还会享受人生呢 对了 说起正事啊 国外的科技公司 我已经考察过了 对方很积极 科研态度也很严谨 所以我想资助他们 关于数字技术的开发工作 好的 技术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对了 突然接到董事长那边的通知 说所有的招聘工作都停止了 怎么之前没有这样的预兆 怎么了 听你的语气好像挺惋惜的 是有其他人选吗 其实有一个女孩叫林维玲 她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毕业的 出身很好 而且人也挺优秀的 是有些可惜 这次通知确实有些突然 只能等到下次再没事了 到时候再拜托李技术官 多多为恒生尽心尽力 招显倒是 林维玲 王学长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麻烦你跟我过来一趟 回来了 这花一定是牧尘送的吧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有信 能收到牧尘亲手在的话 大家都知道 公关部的姚经理 是恒胜公认的女神 不知道有多少人明里暗里的仰慕 我要是送花给你的花 不知道要受到多少男人的骂呢 真的好吗 就算像是在这儿 我没有认识 我去看 我认识 就能识认识 你们不认识 我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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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你不认识 就像跟人相处一样 隔段时间 我会再来看他的 我们恒盛的男神 都变成花神了 说话好神哪 他刚刚说什么 你听懂了吗 学长 您怎么也在恒盛 也是过来面试的吗 我怎么可能过来参加面试 现在我面试别人还差不多 想当年 我们两个同一个导师 都是各自年级的第一名 没想到 同人不同命 一年前的我就已经在恒盛上班了 现在是总裁助理 而你想要在恒盛担任 一个普通职位 恐怕也没什么希望了 这个你还记得吧 这是你在华尔街 实习时候的资料 里面清晰地记录了你 卷入其中一桩商业案件 当年因为这个事情 你差点被学校开除 你知道 对于一个金融从业者来说 公布这些资料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你将终身背着 你所犯下的那个错误 再也无法在金融界立足 你拿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你明明当时跟我在一起 知道是什么情况 你还没办法 你不想这么做 是吗 你不想办法 为了你 你会想办法 在你身上 还没有办法 你不想办法 你会想办法 我给你 挂起来 你不想办法 还可以 想办法 你也不想办法 我 你不想办法 我 你不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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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胡千玉要你这么做的吗 你们到底想干吗 我们的导师一直都很喜欢你 你也知道 现在他年事已高 非常遗憾 没有一个学生 能够继承他的学术一波 我已经和他联系过了 说你会继续读完他的硕士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胡总会负责所有的费用 你不用像读大学时那么辛苦 你也知道我这么做的用意吧 走 离开恒盛 回到马国 胡总好 你好 胡总好 好 人呢 去哪儿了 怎么了 你在找谁 我有东西来的办公室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马上下来 王学长 谢谢你的好意 导师那边我会去说 恐怕又辜负他的心意了 我是不会离开恒盛 更不会离开中国 麻烦你转告胡总 如果他想用这桩商业案来威胁我的话 不好意思 我是不会答应的 也请他放心 好 我去买了 美味的 可以的 大家回事 怎么会oba 滨 你比较还要吃不吃不吃不吃 你不要吃不吃不吃不吃 你吃不吃不吃不吃 没想到这么巧 刚好碰到维林来面试 千语 你应该不介意 大家一起吃饭吧 你看我说了什么废话 你们俩本来就是一家人 当然不会介意了 你见到维林 应该很惊喜吧 当然惊喜啊 又惊又喜啊 王特助 现在应该已经是下班时间了吧 如果你还有其他事情的话呢 就不用费心在这儿陪我们了吧 我的工作没有假期 对于我来说 老板的吩咐 任何时候 无条件出现 无条件陪伴 无条件执行 老板 现在我们去哪儿 我这儿费劲 去XC技艺术区吧 那里有家酒吧 不错 好啊 走 走 威林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为了欢迎你回国 今天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等一会儿啊 我拉着千语喝酒 等她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就会跟她说 让你在恒盛留下来 你一会儿要记得好好配合 这行得通吗 瑶瑶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 酒壮人胆一泄人壮 喝了酒之后 是最容易说实话 和提要求的时候 等一下 你们两个是好开心扉 好好聊一聊 这么多年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这点要求 总不会不答应吧 可现在 恒商已经宣布 要暂停所有的招聘计划 所以你才要打感情牌啊 放心吧 看我打 怎么每杯都这么迷人呢 我要选你 选你 还是选你 怪不得人家说 选择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这几杯我全都要了 好的 谢谢老板 这些全都要了 慢用 吃这里的退椅 大家尝尝吧 不是吧 这不是买给我的吗 女生呢 都喜欢喝甜的 那王特助 你也喝一杯吧 哦 那我就当你在夸我英俊潇洒之余 又同时兼具女性温柔 又有耐心的特质好了 我的小侯 都是专专专专专业 男友 如果我在一起 有很多同学都没有回过 这叫锻炼啊 我怎么不见我爸这样锻炼我呢 再说了 锻炼总要有期限吧 你现在已经毕业了 为什么不让你进恒胜呢 而且林伯伯是恒胜的创始人 你留在恒胜是理所应当的 千语 维林从小跟你一起长大 就像是你的妹妹 你应该帮她一把 让她回到恒胜吧 你也要看守这场 走 学到你的国家 换把君益的地位 那一件事 她不是在画 我们要去条路 你俩首要单身 一条恒胜 你俩首要拒头 算是看守衩胜 一条恒胜 这就是一个律师的 你俩首要保抢 孔ko 怎么回牙 还你的小质 这就是帮忙 维林的水准 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 我可是他的学长 他的实力我最清楚 这一次维林回国 我特别高兴 来 我敬你一杯 我不喝酒 维林从来都不喝酒的 你还说你是他的学长 连这点都不知道吗 正是我不好 我不够了解维林 你俩果然是好闺蜜好姐妹 来 那我敬你一杯 走 姚经理 我再敬你一杯 上车 上车 我跟你说我都好变了 我不叫姚经理 我喜欢别人叫我的名字 叫我姚耀 姚耀 干 干杯 姚耀喝多了 你帮我把她送回去吧 谢谢 你走那么快干吗 你在害怕什么 但你出来就应该送你回去 干杯 上车吧 干杯 行呀 喝酒啊 你要带我去哪儿 他们两个已经送回家了 你要不然送我到宾馆 要不然就让我在这儿下 把你送回美国去 把你送回美国去 我要跟你说的话 是为下午已经说了 毕竟住酒店不是太舒服 你早点回美国吧 虎千语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难道你已经忘了我们之前的感情了吗 那时候算是感情吗 如果是 也不过是哥哥对妹妹的感情罢了 你们看到了 不过幟儿的信仇 事实际上 计划 现在证划 你妈命了 不过你 我妈妈平日 我妈妈不少了 证划 尔寺 你只能说说 你会不会的 你何不信 你还能认识 现在竟然准备他 但是面试恒胜却履遭拒绝 请问这是真的吗 这件事是否跟之前 新曝光的遗嘱有关系 是否是恒胜高层有益为止呢 是呀 胡斗 说一下吧 您这招太狠了 这真是釜底抽薪哪 是 我就是要今天 当着这么大的场面 给他们来个难堪 我看他们怎么收场 非常感谢大家对恒胜的关心 感谢各位的大驾光临 首先我要告诉各位 林维玲小姐确实已经回国了 她也确实来我们恒胜 参加了面试 至于有没有录取 尚未定论 等到录取的结果一出来 我们会第一时间地 告诉各位 今天是我们恒胜 三十周年的新闻发布会 我希望各位能够把目光 集中在我们的新闻发布会上 谢谢大家对恒胜的关心 那接下来呢 就由恒胜的公关部经理 姚耀小姐 来为我们主持 今天的发布会 感谢到场的媒体朋友们 为了迎接恒胜集团 三十周年庆典 我们将计划举行一些活动 包括慈善捐赠 文艺慧眼 历史回顾 以及新产品的发布 今天为了拉开 庆典活动的序幕 我们将在现场 举办一个慈善捐赠的仪式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邀请胡兴董事长 为我们捐赠 剪彩 谢谢大家 胡董 胡董 您刚刚并没有正面 回答我的问题 面试既然已经结束 就应该已经有了结果 您是不是觉得这个结果 不便于公布 所以您才故意拖延 另外 恒盛三十周年庆典在即 如此大张旗鼓地 对慈善事业进行报道 是否有作秀的嫌疑 如果恒盛高层 真的有慈善之心 又怎么会容不下 公司创始人的女儿呢 请胡董事长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怎么就容不下 求谁呢 女儿 请正面回答一下吧 胡董 请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请您回答一下吧 胡董 是啊 回答一下吧 你说一下吧 我们都等这么长时间了 就让我 为胡董事长 回答这个问题吧 恒盛从事慈善活动 从来不是作秀 有一句话说得好 能力越强 责任也就越大 身为一家上市企业 我们恒盛从来没有忘记过 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也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 我们恒盛一直不间断地 举办慈善活动 这一次选择在三十周年庆典之际 将这个行为公开 就是为了希望可以 号召更多的朋友 来加入我们的慈善活动 也让所有的恒盛员工铭记 他对社会 有感恩的信仰 那关于林小姐的事情 胡总 您能解释一下吗 是 胡总 胡总 您能解释一下吧 胡总 您这边解释一下 林维林小姐确实完成了 我们公司的面试流程 既然有了面试 那当然有结果 既然大家如此关心 那我们就开诚不公地 告诉大家 我们决定不录用 林维林 您能透露一下原因吗 对啊 您能透露一下原因吗 对啊 您说一下吧 对啊 您说一下吧 您透露一下 您说一下吧 您透露一下 林维林小姐的专业素养 确实非常优秀 不过有证据指出 她在美国涉嫌商业犯罪案 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 这将会影响到她的职业生养 令中间的努力 不透露一下 决心 不透露一下 特别 多露一下 你发生了 你还好 在后面呢 怎么 往那边开 林小姐 林小姐 是林小姐 是啊 林小姐 林小姐 您要说一下什么吧 林小姐 林小姐 请跟我们说一下吧 林小姐 说一下吧 林小姐 林小姐 现在姐你已经来到了现场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您对刚才胡总的话怎么看 是啊 是啊 请跟我们说一下吧 林小姐 林小姐 看见这个小姐 林小姐 看见这个小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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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仪 都是我年纪小 我不懂事 我不应该跟哥哥谈恋爱 我以后都听你的 求求你 原谅我吧 这卡里面的钱 足够你在美国读书的 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你走吧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这庄商业案 确实存在 当时 因为实习团队经验不足 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作为当时的团队领导 我确实应该为这件事负责 但是从恒胜的角度来讲 这庄商业案 胡董事长 是恒生的创始人之一 经过这么多年的验证 已经证明了他卓越的工作能力 由他掌管恒生 当之无愧 就我个人而言 自我出生以来 胡董事长 就对我照顾有加 事如己出 我无意参与到今天恒胜的股份 纠根之中 希望大家 一如既往地支持胡董事长 和恒胜的管理层 谢谢 작者 说她怎么走了 她怎么走了 怎么回事这是 怎么就这么走了 我还以为你找她过来 我们今天要好戏看 没想到她还替胡昕说话 回头我再收拾她 妈 多吃一点 乖 其实呢 我觉得 你今天的表现确实不错 比以往成熟很多 谢谢妈 其实这些资料 我一直都留在身边 没有对外公布 为的就是有一天 可以对付这些反对派 不过万万没想到 媒体却对这件事情 抓着不放 还把当年的事情 查得一清二楚 他们还认为 之前商业犯罪的事 不是林维玲的错 说他很有责任感 很有担当 还说我们不尽人情 诺大一个上市公司 却连一个创神的女儿 都容不下 那倒是挺困难的 现在我们的Super Region 刚刚开始上市 而且股票正在大涨 在这个时候 如果多穿一些 负面消息的话 我很怕会影响到股市 邱志欣现在怎么样 邱志欣现在联合反对派 向我们施压 而且风向舆论 都是往我们这边等 恐怕在未来日子里 我很难招架 好啊 既然他纠缠这件事不放的话 说我们无情无义 连云创始人的女儿 他们都容不下 那我们就顺水推舟 我们就容下他 回公司找一个不重要的闲职 让他做 把他留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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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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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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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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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看 出来了 别让我试试 从更世界莫书 不亏自出所 你不亏承计 这次 asegur 这次 你根本有军室 你不亏承计 我一样 再去 你不亏承计 我问特里 你不亏承计 你也不亏承计 昨天晚上的新聞 你都看了吧 記者的嘴都堵上了 林維玲呢 現在也沒有什麼利用價值 公司那邊找個理由 讓她離開吧 當初是你硬逼她進來的 現在讓她走 需要我幫你嗎 不用擔心 我自有安排 你辦事我放心 新衣早 我吃完了 你還真把這兒當成自己家了 第一天就起這麼晚 飯都涼了 梅姨 我今天快遲到了 要趕快出門 早飯就不吃了 不吃飯也不知道提前說一聲嗎 在國外待了幾年 待得這麼沒叫一樣 今天不吃以後也別吃 早上 我會想要致病 我會想要 我會想要 可以 在我 等해 我現在 易消费者在充电过程中 手机突然自爆 致使面部毁容 手机变手雷 引发大量用户的惶恐情绪 目前真相还在继续调查之中 似乎微人前景的害忧 现在技术组 已经进行过周密的实验 基本上已经排除 手机自爆的可能性 受伤者迟迟不肯露面 我现在怀疑有人故意伪造视频 陷害我们 数据是很小尽 但是仅仅靠这个 很难说服大叔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拿到出问题的手机 这样就能搞清楚 问题出在哪里 证明起来也比较直观 受伤的人不可出现 那发视频的人呢 之前都查过了 发布视频的是一个小号 ID是随机起的 账户资料都是假的 根本都追查不到 那好 我知道了 你跟研发组再沟通一下 让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多做一些实验 这样的话 我们的调查结果 可能会更有可信度 另外那两个人 我会尽全力找到他们 对了 这个U盘是我从销售部那里 调取的 Supervision用户的用户资料 不过时间太紧张了 还没有对里面的身份 进行一一的身份核实 不知道对找人 能不能有帮助 不过里面的资料 真是太零碎了 可能用处不大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 我知道了 我会马上跟副总说的 行 放心吧 您怎么又谈过来了 那些人真是太没素质了 一开口就马上骂我脏话 人生动机啊 先别管这个 那好 交给你一个任务 先把这个帮我找一下 好 当初是你把他招聘进来的 现在让他走 需不需要我帮忙 拜托了 王特助 把他招聘了 他招聘了 你一关 他招聘了 ヒ儿 谈人公众 大便到了 你 很让他招聘了 不要 那我们 他招聘了 不得 你们 不得 你 我们 大家 你一定要做好后勤保障 如果让我发现了 是谁因为工作的失误 让公司的利益蒙受损失 这责任可不小 我看你们啊 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 那就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吧 好 发生什么事了 刚刚清理好像很严肃的样子 公司的新产品 超级维承 刚刚开始售卖 又发生了爆炸案 现在公司上下 都在为这个事情忙着呢 李温玲 你过来一下 今天早上怎么回事啊 上班第二天就迟到 太不像话了 你看看你 你是后勤部的人 你穿个裙子来干嘛 对不起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还在试用期 你如果还是 现在这样的状态 我看你是不想呆了吧 你不想呆 还有好多人要抢着进来呢 大家好 王特主 您怎么亲自 到我们后勤部来了 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 我呀随时恭候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他 找他 这是王特主来找他了 找他 看 这林林林 什么特主事啊你 怎么王特主亲自来找他 找王特主来找他 不会是因为他 早上迟到的事吧 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吗 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 是 瞧瞧什么呢 上班去 超级微人发生了爆炸案 对我们整个公司来说 都是一个考验 这个优盘是从销售部 都要去的 里面包含了所有购买 SuperVision的用户资料 您要对这里面 所有的用户进行一次回访 把结果写一个报告出来 三天之内务必完成 到时我来找你打 拜拜 王特主 慢走啊 有空过来玩 来 怎么了 卫灵 王特主怎么会找你 干这件事啊 咱不是后勤部嘛 哪会干这个呀 没关系 反正都是工作 我先上去换衣服了 快去吧 啊 喂 王 王 在干吗 来借我吗 不行 碰到先马铺 Volkswagen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就是來幫你解決麻煩的 幸好不會有錯的 趕快出來了 去哪兒 真正是你的地盤 當然是你來挑地方了 好 您好 我是恆盛的員工 您購買了SuperVision的手機 我們想對您做一次回訪 那我先走了 您的早快我記下來了 還有什麼其他方面的意見嗎 好 謝謝您 維玲 下班了你還不走啊 我看你臉色也不大好 沒事兒 你不用擔心我 我還要等一下呢 你幹嘛這麼認真啊 反饋自己編一下不就行了 反正他們又不會一個個打電話去問 看不出來的 沒關係 你先走吧 我慢慢來就好 那好吧 記得別太晚哦 拜拜 拜拜 好 我是恆盛的員工 你好 我是恆盛的員工 謝謝你 謝謝你 請問一下 請問一會兒 請問花姐呢 她剛剛出去 你先坐下來等等 她馬上回來 謝謝 吃完那些什麼 行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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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没事吧 我好像食物中毒吃坏肚子了 我肚子好痛 好想吐啊 我帮你打120 叫救护车吧 我等不及120了 你帮我揉揉吧 给我点温暖 我就不疼了 妹妹 别再装了吧 如果是真的话 你就偷鬼我看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我装啊 你刚刚摸我哪儿呢 我告诉你非礼啊 非礼了 喂 这儿有人非礼了 怎么非礼了这 好啊 那你把警察叫来吧 把刚刚食物中毒的戏码 再重新演一遍 小吃车食物中毒 警察会进入调查 我想有人可能会被她的妈妈 骂得很惨吧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关我妈什么事啊 因为你妈 就是这个小吃车的车主 花姐 谁 谁说我妈是这个小吃车的车主啊 花姐一直都很爱她的女儿 开口闭口都是她女儿 她说她把女儿取名为小花 因为长得跟她小时候一样 很漂亮 就像一朵花 不过啊 这个小花她不太听话 很任性 好好的皮肤上面 偏偏就是要去纹身 而且还在肚子上呢 纹了一朵花 好像就跟某人一样 你说这个人 会是谁啊 我 你认为是谁就是谁 你这傻丫头 你傻丫头 你傻不傻啊你啊 你说什么不好 你做得拿着吃 中不中毒 你还让不着做生意了你 真是的 你这什么烂朋友啊 我以后不跟你们玩了 对不起了小花 下次帮你找一个 比较纯情一点的好吗 乖了 你这个臭丫头 你给我回来 你还跑啊你 看来胡总的不近人情 不分场合啊 对这么一个如荒少女 也不例外 君墨律师游戏人间的个性 也没什么变化 连我都不放过 倩宇啊 你这个朋友高高的帅帅的 你怎么不早一点带过来啊 喜欢吃什么 花姐就给你做啊 花姐 那做一些拿手菜吧 吴总不差钱吧 好的 那就上盘大的无侠 来吧 喂 喂 喂您好 是稿基的怪客侠先生吗 你是谁啊 我是恒生的员工 我想对您做一次回访 你打错了 没有打错啊 喂 又有什么事啊 喂 您好 我看到您在官网上 订了一个组织的手机 我想做一下回访 都说你打错了 你好烦哪 这人很奇怪 我明明没有打错号码 为什么他反应会这么激烈呢 会不会和Supervision的爆炸案有关呢 应该怎么办 喂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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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的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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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干嘛不回电啊 女生啊 追情来电哪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对了 你都回来这么久了 怎么不回家看看 住在酒店比较自在 过两天再说吧 对了 这是什么 超级爆炸视频发布者的资料 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是来帮你解决麻烦的 你是怎么做造的 我使用了各种方法 都没有办法找到 因为我比你帅 没有了 这个人在某个购物网站上 使用了同一个ID 我看他买了很多 有关家庭方面的爆炸素材 如果你多给我一点时间的话 我会帮你拿到地址 这件事我会记住 算我再见你一个人亲口 对了 上次 让你来恒胜的讯 你考虑得怎么样 我还是喜欢别人欠我的感觉 好 我的追星电话来了 我 我 很漂亮的 喂 我当然想见你啊 你在哪儿 好 我马上过来 又是哪个女孩子啊 不知道啊 想我吗 没有 晚上就穿这么点衣服 你看又犯病了吗 要见哥哥 当然又美美的了 知道你喜欢 特意从爸的酒窖里偷出来的 下次见绕行 你uste服 爷爷 也没有 谁 实话 或者想着 把我一起捹 什么 兄弟 有没有 你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 而且是有名的华人律师 有很多大律师行都想找你合作的 这还不叫事业有成啊 别找借口了 我突然回家不是惹罢不高兴吗 这么多年的心结 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解开的 有些事欲速则不达 相信哥们 反正我人在这儿也跑不掉的 人是回来了 但心也要回来啊 我妹妹口齿伶俐啊 倒是蛮适合去做律师的 爸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都不喜欢我 我这次回来 希望你能接受我 喂 芊羽啊 喂 梅依啊 我在回来的路上 一会儿就到了 妈睡了吗 你怎么也不需要 要是什么 你那把我再罪了 你现在毒败 他就要来了 我还会干吗 一个人 有人是偶尔的 你这样 будто 你怎么还不是 我还没有 他就买수를 护了 你这儿 你怎么还 我还带来 你 有一点 你什么 尤玲,尤玲,尤玲! 尤玲,尤玲! 尤玲! 尤玲,尤玲是病人家属? 尤玲!尤玲,尤玲是病人家属? 身影中! 尤玲,尤玲!尤玲! 尤玲,尤玲,尤玲,尤玲! 所以说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建议他留院观察 那你们现在谁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好 谢谢医生 妈 那我先去办手续 你们先回家吧 好 那请跟我来 这边 烧得那么厉害 不会有什么事吧 人都送到医院了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没事 胡董 不要我说呀 你还不如把实话跟他说了呢 看他还好不好意思留在我们这儿 你省得不知道真相的人 还以为我们对他薄情寡义呢